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姓名 李延 戴行 吴 完成炎伏事件 一 正在进行的炎伏事件 二 主线炎伏事件进度如下 一 入手一件具有牙字之力的炎伏信物 零杠一 二 杀死小夕刑长 三 杀死三种战国异兽类 二杠三 四 至少杀死 一名战国大名将领 三杠一 超额完成 你所触发的特殊炎伏事件 组建一支由明军和鬼物野神构成的队伍 进度如下 一 队伍中至少拥有一名实力十度以上的明军将领 未达成 二 所有鬼物野神总评价 必须达到三名十度行走以上 已经达成 你的队伍获得强军状态 鸣燃 残 炎伏事件 未完全完成 部队无权命名 482 基础增幅 攻防速提升50% 固定值 鸣燃 军中所有士兵对妖鬼类伤害增加50% 妖鬼类对明军造成伤害减少50% 并免疫所有威慑类光环 龙虎气 鬼神之力 对军中所有朝鲜野神类伤害减少50% 请行走大人注意 请行走大人注意 行走大人 当炎伏行走统领一支拥有强军状态的部队 会在结算时获得手下士兵的馈赠 在李延看来 这是很中庸却实用的强军状态 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打窝扣用得上 野神类各个有天赋神通 牛头沾谈 九赤苏兜这样的大野神更是以一敌百不在话下 可国运龙虎气 却是他们的克星 加持了鸣燃状态 这些朝鲜野神已经没有明显缺点 杀妖鬼也用得上 明军的箭矢火冲能造成的伤害更高 出现伤亡的概率也更低 而李延的个人信息如下 专精 古武术 89加4% 重武器 38% 状态 勾兴 龙虎气 凶 传承 孤祸鸟之灵 16% 技能 1 惊鸿一瞥 2 血战 3 杀人如麻 除此之外 还有填满子弹的科尔特手枪一把 手榴弹七颗 李延乐马回顾 身后将士满身血雾 背着雕弓火冲 长枪短刀 邓天雄 雕瞎眼 亡生 一个个都神采奕奕地盯着自己 牛头粘弹的肩膀上扛着梁娜三兄弟 九翅苏兜高高掠过天际 各色怪异的野神妖狐们身上有厮杀过的血迹 连性情温顺的恩德喜鹊群们也眼露凶光 李延有些恍惚 不过一个月时间 他就从一个从战场上逃回来的光感总旗 做到了一个手中掌握看成魔幻版特种大队的大名军官 数千人的倭寇队伍就这么让李延这些人 一路浴血杀了过来 九翅苏兜飞了回来 大人 他们分兵了 那边人多 左边 我又走 号炮雷动 小夕行长深吸一口气 连同刀片一样的冷风和雪花一起吸尽肺力 他本来是可以甩脱身后明军骑兵的追赶的 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杀出一支惊奇招战的队伍 是朝鲜黄州判官王宇组建的义军 这支部队虽然战力孱弱 却接济实实地办出了小夕的去路 最终让王良追了上来 王良是个三十多岁的山西汉子 皮肤有黑 目光坚定 眼见着窝人被绊住 也不管这里头是否有小夕行长 直接率领众多骑兵杀入阵中 黑夜里 一道电光骤然响起 照亮了战场上每一个人的猙獰脸色 轰隆隆的雷声过去 带着泥土腥味的雨滴洒落 火把被雨水打灭 眼前的一切陷入漆黑 朝鲜义军 窝人士兵 以及青宗马的民国骑兵 纠缠在一起 局面越发混乱 小夕行长 拧视着自己终结支援手的家文旗帜 高举长刀 在风中舞动的终结支援手 漠然间从中间碎裂开来 乌云吞吐 闪电明灭 巨大的蝎子阴影 笼罩了整个战场 有黑色樱花花瓣 飘落进泥土当中 吊鬼之际 王良只听得胯下战马一声哀鸣 竟然毫不控制地逃离开战场 他四顾之下 身边袍则一半多的马匹都是如此 甚至有几匹当场使尿其流 不堪地跪倒在地 一柄窝刀 冷不丁 自黑暗当中劈来 将王良的头盔披露 他反手一枪 扎进这名窝寇的心口 矮身拧腰 摸出铁雕大弓 长剑奔着那高举长刀 竖着月带头行 前面凸了一大块的小溪行长而去 血红色刀光屁股 空气中 有恶鬼丝毫的声音 长剑被从中间斩成两段 武士收刀拱卫小溪 身上滑贵威严的赤色洞丸 分外惹人眼球 赤被军 乱战当中 火冲和长弓没了组织 大多数人都拿着兵器 实打实地磕碰在一起 小溪穷途末路 身边的人手 却是毋庸置疑的死士 最里层更是有足足两百人的赤被军队伍 王良带着一千多马兵 却并非是继阵兵 神机营这样 拥有强军状态的精锐 局面一时间僵持不下 剧烈的爆炸声音 让所有人为之侧目 数以千计的手雷碎片切碎战场 把几名倭寇 连同看不出服侍的朝鲜义军 一起撕成了碎片 一道粗狂雷光披闪 战场边缘 一支怪异又蛮横的部队 身插大名黑色龙旗 冲进了倭寇镇中 又惊辽东镇总齐李妍带死 又惊辽东镇总齐李妍带死 恩德喜鹊们瑟瑟发抖 场中如同石质一样乱窜的大名鬼神之力 让这些个体弱小的野神 根本无法入场 只得唧唧喳喳喳的为李妍等人造声势 李妍一马当先 手持泛着红色光位的升铁钩连枪 胯下轻松战马 双眼布满血丝 马鼻子里两道气龙如同石质 显然已经服用了穷奇血 他一眼就看见了赤背军环绕当中 扬天举刀的老头子 你发现了任务目标 小西行长 李妍当即大贺 杨坦 苏东 青眼窝 打乱红色盔甲的窝寇队伍 其他人跟我手 雷蛇狂舞 细碎的水滴砸在勾连枪上 摔成漫天雨花 叼瞎眼手里打刀 穿破窝寇胸膛 花白的发丝和胡子被血迹捻脸 邓天雄狂笑着舞动燕灵刀 一颗人头冲天而起 蔡蔡仔细嫩娇小的手掌 掐住窝寇的脖子 王生一枪抱头 牛头沾弹勇猛 九翅苏兜腰裔 金颜蛙阴沉 带着明然状态的李延部队 悍然冲向了赤背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